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这个视频讲的是H1B申请记 谈美国留学和移民 我们此前提供了别的视频 讲到现在又快到了H1B抽签的时间 这里我们稍微讲一下更广一些的想法见闻 因为我们自己现在在这样年龄 我的大学同学有一些孩子 有的在美国来读大学本科高中 然后我们的客户也有一些人 委托我们律所帮助办理 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还是挺多的 我自己是20多年前来到美国留学的 我学的是化学专业 要说现在讲叫生化环材 叫天坑专业 不容易找到工作 相对来说职位少一些 但是我们的同学们现在过了这些年回顾 有很多人比如说还在做和本专业相关的 有的是学校的教授 公司的科研人员 有的人是在制药公司 也有的是做的知识产权 或者是咨询工作 也有的转去做了金融工作 还有计算机工作等等 那么大家都还是有很多发展前景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 那我们感觉应该说留学的观点 应该是这几年有比较大的变化 因为此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数量比较多 后来因为疫情的原因也有一些戏剧性的变化 很多人那个时候一开始都返回中国 后来最近又有的回到美国的也比较多 总体来说我们的看法认为这个方面需要兼听则明 像我们之前讲到的 有一些人现在经常提到 就是说到美国有各种不确定性前景 不容易你要是抽不到工作签证就会怎样怎样 这个我们认为并不像渲染的说的那样严重 还是有各种其他的替代的办法 要留在美国生活工作事业发展应该都是可以的 如果有一些人因为道听途说 各种媒体不惊人死不休 有一些刺激性的标题 因为这个影响到自己的决断不一定合适 这方面还是要更多的了解的那种 我们感觉现在受到各种宣传影响的人比较多 需要个人来仔细判断 比如我看到有我们自己的同学校友 曾经在美国生活工作 后来离开美国到其他国家 我们知道东方大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 他可能受到宣传影响 现在美国是不是和以前不一样了 每天是不是都很乱 每天都有枪战 有生命危险 一开始听到说有这样的这些变化 感到也是比较意外 就是说一个人的想法能够受到宣传影响这么多 你要有一个整体的看法 还是需要监听则明 自己多了解 总体来说 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就是说只能说到个人所知道的 比如像我自己 我喜欢读书 但是比如我就不太能搞这样 有的人际关系就捉文化 有的像这样的事情 如果说中国生活事业发展 当然有这个机会 但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扬长必短 看到自己的长处所在 哪里适合 总体来说 根据我们的经验和观察 虽然有各种头条的新闻 说这个大公司又有lay off 那个大公司又停止招人 但是根据统计数字显示 现在是美国在过去50年里 失业率最低的时间 当然有各种解读 也有的人讲到 说因为劳动参与率比原来低等等 但是至少显示 现在我们看到 我觉得在美国的就业机会 失业发展机会 总体至少比欧洲 日本等等这些国家 应该还是说要好很多 包括像加拿大 新西兰 澳大利亚 在美国工作 应该说从收入 这些方面有更多的优势 回到讲到说 H1B工作签证申请 当然这个不是 完全能够绕过的这一个问题 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教训 就是说在上学的时候 你不能光埋头拉车 还要抬头看路 有更多的可以了解 比你高级级的学生 他们毕业以后的去向 去做了什么 对吧 那么如果说有的人 找到比较好的理想的工作 那么他们在学校期间 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比如说上了什么样的课程 或者学习了什么技能 这方面 还有就是关于 绿卡身份的解决问题 我们知道通过H1B 拿到绿卡的人 只是一小部分 对于中国人来说 估计根据美国政府 公布的数字 大概也就20% 那么其他的人 每年拿到美国绿卡的 通过各种其他的方式 包括EB1 NIW 包括亲属移民 也有用其他的签证 比如说用F签证 用J签证 中间没有经过H1B签证 总之我们录这个视频的原因之一 我自己有的时候 在一些网上的平台上 看到大家讨论 经常有的人就说 我今年35岁 在某IT大厂收入30万一年 50万一年 但是工作996比较辛苦 孩子上学也比较辛苦 我要去美国到底值得不值得 是吧 然后大家有的给各种出各样的主意 这个肯定是一个个人的选择 个人的决定 但是这方面至少应该了解到更多全面的信息 比如还有有的人问到说 我再上学学这个专业 那我毕业以后我要不要留学 对吧 有的家长也是像这样的 我自己呢 看到的比如说周围的一些建文 有一些人呢 就是说我这个选择就比较稳定的 到一个垄断行业 我毕业以后就在烟草公司工作 准备一辈子就在这里工作 这个当然不是不可以啊 但是呢 可能知道有些过分 也就能看到头缺乏变化吧 也许啊 人各有志 但是我们感觉呢 如果说过分稳定啊 失去很多潜在的发展机会 不一定值得啊 那世界当然现在呢 有这个很多动荡和变化 但是总体来说 年轻的时候呢 我觉得还是应该尝试更多的机会啊 减少这样的遗憾 很多人呢 就是讲到说 哎呀 现在要留学美国呢 毕业以后 会不会不容易找工作啊 会不会找到工作 不容易办签证 不容易办身份啊 等等啊 这些方面呢 我们的其他的文章和视频 有详细的说明 大家可以参考啊 那总体来说呢 我自己和我们律所的同事啊 以及我们的众多客户 很多呢 都是先到美国留学 或者访学 或者呢 有子女在美国留学啊 然后呢 办理了美国的工作签证和绿卡 在过去几年里 亲自接触了解的呢 像这样呢 就有上签这样的案例啊 那如果有这方面的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到的是H1B申请记 谈美国留学和移民 好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